世界排名第二的前球王 他在今年的印第安全公開賽 南單十六強 遇上了澳洲有壞小子之稱的吉利歐斯 原本外界都看好 喬帥會順利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並且晉級 沒想到最後他卻爆冷門 以四比六、六比七敗陣 這下他要拿回球王榜座 真的是更加的困難了 由於喬克維吉和今年的球王 雙方的積分差還有兩千多分的差距 因此無論是滿冠賽或者是大師賽 喬帥如果想要追 場場都很重要 他在印第安全公開賽 這場比賽輸了 不過另一場比賽 瑞士特快車費德勒 則是在十六強再次擊敗了蠻牛 拿到締造了對戰三連勝